好各位同学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第五了 2025的百位数字为0去掉这个百位数字的0之后得到一个三位数2255 而225的9倍恰好又等于这个原来的4位数 然后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我们把这样的4位数称之为是0巧数 就是百位是0把0去掉之后得到的新的三位数的9倍恰好就是原来的这个4位数 那在这里啊我们稍微说一下 尤其同学们做数论题做的多了之后会可能会慢慢会发现会有好多数 对吧可能会有什么智慧数好数什么三角数什么阶梯数 然后还有什么双子数等等等等 那在这里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并不是我们数学上的一些概念或者争议 他们只不过是初期老师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可能随意起的一个名字 那或者那可能是一个为了保证一定的趣味性 那么这个呀那么这种起的这些数啊 它只是在这道题目当中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 而离开这道题那是否还有0巧数 0巧数是否还有这样的特点呢 那就统统不确定了 所以在这里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要找的这个0巧数就是它是个四位数 这个四位数的百位是0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其他三个位置我并不清楚 那不要紧那我们用代数化的思想表示一下 那就是A0BC呗 那么把这个四位数的0去掉之后 百位上的0去掉之后 那得到的那个三位数就是ABC 那么按照我们0巧数的要求 那一定是这个三位数的9倍一定是等于这个四位数的 那接下来我只要知道ABC的曲值是多少 自然这个0巧数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那对于这道题来讲 接下来我们只要想办法解除ABC的曲值是多少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面怎么解除ABC值呢 你现在这个形式摆在这儿肯定是解不了的 对吧 我们得需要把他们的这个上面条线给它去掉 而想要去掉这个多位数上面这条线 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位置原理了 好位置原理展开 左边是1000A加10B加C 右边应该是100A加上10B再加C的和 然后乘以9 好继续 那左边1000A加上10B加上C 右边应该是900A加上90B再加上9C 那么两边合并整理一下 应该最后可以有100A等于80B再加上8C 再化解一下 那我们都除以4应该有25A等于20B 再加上2C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这个等式解除 ABC的具体取值了 虽然这只有一个等式有三个位置数 但是因为ABC代表的是数位上的数字 所以只能取0到9这10个不同的 只能取0到9这10个自然数当中的某一个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通过每举的方式讨论 还是可以很容易能够解得出来的 首先由这个形式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 A一定取的点是偶数 因为右边是20B加2C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再继续整理或者化解一下的话 那就一个2出来 右边就应该是2倍的10B加C的形式 那么无论BC取什么值 最后乘以2一定是个偶数 而左边是25乘A 25是个基数 所以A一定是偶数 第二个这个A能不能随意取值呢 那它一定是有个范围的 那A最大能取到哪呢 那我们想A如果想要取得最大 其实是不是意味着B和C就要取尽可能大的值 B和C称此了 是不是只能取两个9 那就是10乘9加999乘以2198 所以这个A最大的偶数肯定也只能取到6 因为下一个偶数8的话 25乘8就是200了 所以这里A就只能取2 4或者是6 那么当A取2的时候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到10B加C 这个值应该等于的是25 那这里我可以去研究B和C应该各自是多少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10B加C 是不是恰好就是这个四位数的后两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A取2这个数就是2025 那接下来A取4和A取6 这个对应的四位数多少都可以找到了 好了可以同学 来我们看一下这条题的解析过程 适合零巧数为A0BC 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式字 那么就可以解出来25A应该等于20B加2C 那么A是小一八的偶数 那么最后H取2次6 对应的零巧数分别是2025 4050和6075 当然了对于这道题目来讲 我们除了用位置原理的方式来做之外 那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通过数字谜的方式来解决 那这个大家可以课下自己研究一下 而通过这道题我们发现位置原理其实就是数论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代数思想的这种展现 对吧 给你一个中位数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我也不知道这个多数是多少 我们把它用字母的方式来表示 再用位置原理展开 然后最后再去进行代数化的讨论和计算 所以位置原理是我们代数思想的一个最佳展现了 然后再进行代数讨论和计算